大家好,我是五仔 又跟大家說說印度神童 印度神童阿南德又在說一些東西 厲害了,這次還點名一些地方 不敢說國家 你知道這個世界有些東西不能亂說 點名一個地方 叫做台灣 大家都很熟悉 報道這樣寫的 指疫苗絕對無效 他說台灣的疫苗 是不是這麼嚴重呢 其實我覺得他一向都是不看好疫苗 他一向都覺得疫苗是沒用的 亦都覺得是弊多於利 今天就說說台灣怎麼搞呢 疫苗絕對無效 人家都未試,在唱反調 所以說這些年輕人應該是拘捕了他的 一早應該拘捕了他的 其實最近很嚴重 那些水災 你有說過有水災嗎 你說有些想不到的事 白癡 我猜到你猜不中 對不對 其實他這些出來吹吹水 大家都想聽一下 究竟有個人自稱神童 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不過 他說了一件事 就跟我們香港一個出名的預言家 堪如學家 蘇文峰呢 就不謀而合的 這麼厲害 雖然就拆他台 但是他有些事情又好像有點堅堅 慢慢說 先說他跟蘇文峰有些什麼不謀而合 先說到其實現在那個股市呢 前幾天就說跌了 好朗啊 因為那天新聞紙賣去美股一跌 去到收市的時候又升 是不是 其實都是這樣的啦 賺錢而已 那他又曾經預言過 明年四月 就會是全球經濟的大崩潰 預言時機可謂相當巧合的 就是跟蘇文峰都是這樣說的 蘇文峰怎麼說呢 他說 中國風水界蘇文峰預言 有些殊途同歸 他就猜 怎樣呢 今年先升後跌的 記住幾個日子 8月8 10月8 11月8 他說這些股市機會是見頂的 這三天 有一個機會在這裏 記住 8月8 10月8 11月8 說到 明年三月 都會是最高峰 四月可能就 你知道 上到最高就會降下來了 這個就是他 說的 叫做全球最大的動盪 他批死 阿南德批死 今年6月至11月就是全球疫情最嚴重 但是不算是第三波 就是2.5波 但是你問我呢 剛才立眼立了一個世界疫症圖 你自己上去看看 你打美國疫情 在第二行你會見到一個世界各地都有的疫症 多少人數感染 其實呢 全世界都在緩和中 真的 反而美國1月的時候就相當嚴重 現在就跌到只有 可能是1月的三分之一 而印度那邊更厲害 印度那時候每天差不多接近30萬 你看我新聞都很久沒有報 原來 印度的疫情已經跌到每天5-6萬左右 跌了只剩下10% 對他們來說 甚至呢 有研究說 印度那邊已經有三分二人口 成年人有抗體 那究竟是否真的這麼厲害呢 疫情是否快沒有呢 有人糾正我 你不要說新加坡那邊放棄防疫 他不是放棄防疫 他是放棄說那些清零 就是他不會求清零 他也不需要很嚴重 但其實很多地方都是 英國、美國 上youtube你看到的 你打美國的vlog 你看到別人玩迪士尼樂園 很多都是不戴口罩 全部都不戴口罩 英國都是 狂歡 夜店出來不戴口罩 有照顧 那不用說到那麼遠 中國都一樣 你看看中國的演唱會 按下小紅書 其實中國的疫情一樣是緩和了很多 那究竟是不是那些針勁呢 但是變種啊 那是不是變種弱了呢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又不是對這件事很了解 其實我看的已經算很多了 但是我也覺得 那些東西是不是的 你看香港也很奇怪的 跟你們說 新加坡那邊很嚴重 現在他又放棄清零 一天有百幾個 差不多接近二百個 然後就說 看定些先 下個月月尾再考慮 可不可以通這個 港星的旅遊氣泡 但是林鄭就很積極 跟大陸趕快通關 為什麼呢 是不是呢 有時候防防疫的東西 你不知道得太多 唯有大家在這裡研究一下 不過可以拆這個印度神童的招牌 就是說 哇 德國死傷慘重 西歐水災 為什麼你不講得明白呢 你真的這麼準 所以我經常都說 印度神棍有你份 我喜歡說他而已 我喜歡他講他 研究一下 為什麼 每個YouTuber都會說一下 又說到 哇 真是齒層層 又好像有些事情知道 但是其實 雖然他沒有講明 但是真的發生了這些天災 中國就更加恐怖 中國 看數字就舒服了 十二人死了 最少 舒不舒服 死一個都不舒服 說一些還不舒服的 告訴你 一條四公里長的隧道 隧道來的 四公里長 被水浸了 你想想裡面有多少輛車 四公里 那你就想 你現在十二個 你會不會覺得舒服很多 所以說 其實有時候的事情 你信不信印度神童都好 但是有時候 真的會有天災 這個世界 那 他說 大家預計不到 喂 預計不到 他提都不提中國 印度神童和中國好朋友 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但其實你胡說 中國 每年都有水災 有些網友心水清 中國每年都有水災 之前有缺體 水浸 然後有些人在街上走 漏電電鬼死也有 是不是 看到浮在街上 但是很快 大家有什麼事都沒有 中國人的回復能力很強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 印度神童 我覺得 他有說說就聽聽 說說 歐洲那邊 德國很誇張 洪水造成至少一百七十多人死亡 德國也死亡 百七十多人 中國十二人 你說中國是否做得非常好呢 真的 大家明白 是不是 之前有個 串德國 說他們 你們做得不好 然後 又糟糕了 這些不說得太白了 等下又說 我的言語又這樣 大家有聽新聞 就知道我說什麼 好 那就說了 印度神童 點名說台灣 那些傳媒繼續吹噓他 就說 至今五度成功預言全球災情瘋災等動盪 真的給面子 你問我 其實我做了這麼久來說 我覺得他是一宗都不中 哈哈哈哈 什麼六月二十四啊 六月十九啊 四月四啊 那些全部好像沒有一宗關係 什麼二十一 四月二十啊 那些 對嗎 對不對 水災這麼大件事 你算不到日子 算不到 他是偶爾一次 中了日子 然後 但是是日本那些 小小的地震 那你說是這樣準 就是這樣準 那 吹了水 現在傳媒 他做神 大家喜歡聽 好了 今個月十九日 幾天前了 他親自發布影片預言 他說未來幾個月 全球將進入第三波疫情 還有幾個月 現在是2.5波 但是這些呢 濕碎啦 冰山一角 情況最慘重的時期 將在 明年四月 這次呢 特別點名台灣 提到 針對台灣民眾的防疫建議 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 我又不懂 印度話 他又沒有人翻譯 那些中文媒體 又幫他講一下 這樣 台灣啊 台灣跌到 確診了十幾個 之前去到 二百多例 一天 現在十幾人 你說到這麼嚴重 我覺得他不是疫症死人 我覺得他疫苗死人 如果你說嚴重 印度神童 點名台灣 指疫苗 絕對無效 提出 抗疫唯一方法 你們有什麼方法 印度神童 你那些東西 不是叫人曬太陽 呼吸新鮮空氣 一致打 是不是 說什麼呢 他 面對新冠疫情 阿南德認為 疫苗絕對無效 以長期來說 甚至可能帶來傷害 這些 你說好了 我不能說的 阿南德說的 疫苗無效 帶來傷害 傻的 我們香港的告訴你 沒有關係 他說 印度神童說 我們已經看到 這些疫苗普及率最高的國家 儘管努力想保護好自己 卻被數波的疫情淹沒 又好像不是 英國那邊 雖然他之前說 打了針 那怎麼辦 多人中 是多人中 但是死亡率低 對不對 其實死亡率 都是數字 數字都是他說 我怎麼知道 我在家 我看 所以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 人家 喂 他們打了針 當然是說那些針有用 難道打完之後 告訴你 白吉 所以說英國那邊 很難猜 這些東西 你猜不到 阿南德就預測了 包括 烏拉圭 匈牙利 塞帥爾 等這些疫苗高度接種的國家 他說 未來將會感染死亡率是最高的 也都會在這些 全世界的國家排名中一定上榜 他說了幾個國家 烏拉圭 匈牙利 還有一個叫塞帥爾 我都沒聽過 你說話 上次又說阿富汗又什麼什麼 喂 不是 話實話 他上次說 是不是說阿富汗 阿富汗真的是 美國撤軍 然後中國又譴責 不過他那些都是隨便說 那個地方名 然後那個地方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他準 對不對 好 阿南德又說 除了疫苗無效之外 他也不支持 單純透過感染提供免疫作用的方法 是有的 是有這招的 英國是曾經用過的 做群體染疫 講到 現在是不是呢 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不戴口罩 印度好像都很合理 單日三十幾萬 現在單日五六萬 你說他不合理 他不建議 為什麼我要聽你說 是不是 阿南德 再說 也強調在未來幾年的危機當中 唯一能增加免疫力 身體強度的方法就是 嘩嘩 嘩 這篇文章是誰譯的 他說是 是順著傳統印度教和佛教當中的阿約輝陀自然醫學 例如吃草藥 一種草藥叫做寬根藤 我第一次聽 但是你說 阿約輝陀是印度教和佛教 吃草 當然不關宗教的事 是印度本身 印度這個地方 阿約輝陀是古醫術 印度醫術 跟教是無關的 跟宗教是無關的 所以這些也是 也吹吹地水 我上次教人吃薑黃 很多人都吃了 我吃了 就醫到胃炎 起碼沒有胃痛 這樣 起碼你天然野 你是有益 再說印度神童說什麼 維持接觸陽光 跟你們現代人說 我知道你們很久沒有曬太陽 新鮮空氣也很重要 說實話 我還沒去小八路餐廳 我乘車去到大學 乘的士 乘的士 開了小小窗 風一吹過來 我現在住九龍區 馬上跟希哥說 你覺不覺得這裡的空氣很不同 他說是 真的沒得搞 遲些買樓一定是買回新界 九龍區的空氣是 總之不同 你覺得這裡住慣了沒有東西 但一回到新界是超舒服 沒有辦法 人就是動物 動物就是人 始終養氣是維持生命 還有叫人不要對現在的情況感到害怕 保持積極正向的信念 我一向都很正向 完全不會覺得有任何害怕 有什麼好害怕 神經病 我但是 都很防疫L 我昨天在健身室看到有個鬼佬 完全不戴口罩 唉 我都舉報他 跟職員說 搞錯 真的 他們在外國 有些外國來的 他可能反而覺得 香港人是過分 焦慮 會 酒精 或者怎樣 因為他們其實 傳統文化就是 就算在醫院他們都不戴口罩 那 看看他們怎樣 搞定他們就可以了 我們這邊是乖的 是啊 隔一會兒要死嗎 香港 幾好啊 每天都零確診 不過間中有一個半個的輸入都重要是 政府啊 給那些黃馬掛啊 什麼 外交特權啊 阿聯誘啊 還是阿拉伯啊 阿拉伯 阿拉伯那個 親屬的女兒啊 進來不需要隔離啊 真是 那些貴族 條命是經貴些 但是不代表他不會帶菌 發瘋 你又是 好啦 這次阿拉伯在影片裡面 6分53秒提到台灣 點名啊 點名台灣啊 他說我建議台灣 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所有觀眾 遵從你們自己傳統的方法 去對抗各種疾病 瘋 白癡仔 即是怎樣 噎到舊骨 拿個碗去做頭那些 不要傻啦 引到神痛 即是怎樣 有傷口 拿拖鞋擦一下 拿點醬油擦一下 那些 是不是發瘋了 阿南德說話 現在越來越瘋了 我建議你們用傳統的方法 那就不用醫學了 那些人要讀書 那些人要讀醫 有個阿麻在那裡就可以了 噎骨 拿個碗 噎啊噎啊快樂快樂 噎死了就天亮了 印度神童 但是我想說 我自己對疾病的方法就是 防眉病 中醫的防眉病 就是說 譬如你去買一些 維他命C 加薪 不要加鈣 加薪 因為我們平時吃很多肉 其實鈣質也很足夠 因為薪除了可以補男人那裡之外 其實都是增加免疫力的 是的 那我就很喜歡買那樣東西來 如果平時少了吃水果 那一兩天 我覺得自己不夠水果 我就停了 因為不夠 你免疫力不好 你可能會容易生病 那 印度神童說 相信很大的效果 就是你用傳統的方法 是啊 中國人喝符水 香港很多喝符水 所以去治病吧 吃屎吧 哈哈哈 沒有辦法 我真的受救了他那些 發表的意見 我真的撐不住 他說 因為這些是人類數千年遵從的方法 絕對是有用的 我小子 他說 我們相信我們能成功對抗 接下來數月將襲來的任何問題 只要大家攜手合作 就不會只是造成恐慌 這樣 嗯 好了 這次大家聽完之後 他就告訴你 上兩代教你怎麼做 他是用傳統的 用傳統方法 那我就不相信 我自己最大的方法就是 雖然你說接觸大自然是對的 我就一定是做運動 還有 真的 我之前都不懂 喝太少水 不要說病不病 你喝的水多 個人都比較漂亮 皮膚也好 還有 那些人經常說練完之後 沒有肌肉線條 你基本上喝水 就去掉你那層鹽 鹽份 那些鹽在皮膚 那裡令你沒有肌肉紋 你喝得多水 個人的身材都很漂亮 其實傳統很多東西都沒有什麼益 你問我 他說跟傳統 就好像吃粥 吃白粥就沒問題 吃那些艇仔粥 那些味精粥 或者吃那些 喝湯 喝那些 不是老火湯 不是那些藥膳 就是普通喝湯 那些湯就夠了傳統 殺了那些維他命 只剩下一些鹽和脂肪的水 喝下去 除了水腫之外 就真的差一點 有時候喝暖水好過 所以大家的知識 如果你是多一點 那你就可以分辨到 哪些人說的東西是對 哪些人說的東西是錯 如果只聽印度神童就死了 像你說的 所有傳統方法都能搞定 世界還有進步 印度神童現在越來越瘋了 我們下次再聽聽他有什麼化瘋 好嗎 時間來到這裡 其實我對他的態度真的越來越衰 不要介意 可能有些是印度神童的信眾 但是沒有辦法 他真的沒有貨賣 他來來去去 都是那一招 和他說的東西都不中 引咎他了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說說 這條死小子有什麼發表 好嗎 Bye